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西亚马达尼 为主题 以呼吁全体马来西亚人加强和欣赏独立的真正意义 撒拉越总理Dato Patingi Tansri Dr. Abang Johari表示 每年9月16号为马来西亚日 是社会各阶层纪念马来西亚 沙巴 撒拉越以及新加坡 参组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的重要的日子 他祝所有撒拉越人民马来西亚日快乐 愿人民的团结纽带继续牢固 以高度的统治精神 共同努力推动撒拉越和国家发展 并培养出具有高度认同感 和永远忠于祖国的昌明一代 他是配合2024年马来西亚日发表特别现实时 如是表示 Dato Patingi Tansri Dr. Abang Johari表示 撒拉越参组马来西亚联邦61年以来 不断向前发展 并在各个领域保持竞争力 以加强他的经济能力 他说撒拉越的重点是基于 新资源和数字经济产生的可持续经济政策 他进一步表示 新方案以2030年后冠并发展策略为基础 该策略强调经济繁荣 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性 推动撒拉越到2030年成为高收入发达的地区 他说撒拉越正在凭借现有的优势和卓业的成就 向前迈进 撒拉越的高收入创造 在去年被世界银行认可为高收入的地区 他衷心希望撒拉越经济继续快速发展 各宗教和种族人民本着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团结一致 Segulai施加莱精神 在未来继续和谐相处 接下来撒拉越在应对全球变化和不确定性问题方面 处于领先的地位 特别是在世界迈向充满挑战的时代之际 撒拉越总理Dato Patengi Tan Sri Dr. Abang Johari表示 这包括技术发展 气候变化 零碳环境 和寻找无碳排放燃料等关键的问题 他说 这符合首相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寻找处理此类问题的新方法时 所倡导的昌明原则 Sarawak di bawah kerjaan DPS telah berada dihadapan dalam menanangi semua isu tersebut kerana kita telah memulakannya lebih awal berbanding dengan kawasan-kawasan lain kita tidak membuang masa dengan pergulakan yang boleh merugikan semua pihak 他星期一在斯里阿曼举办的 2024年撒拉越籍马来西亚日 庆典活动致辞时这么说 由于撒总理不客出席 他的讲词由撒副总理 Dato Amar Agdaglus Ugar 拜读 撒元首Dun Pahin Sri Dr. Wan Junaydi 为上述的活动主持开幕仪式 撒元首后Dokwan Fauzia 也陪同出席 撒拉越总理补充 目前当世界面临地球 温度上升的担忧时 撒拉越正在积极探索 清洁燃料生产等新的领域 除此之外 沙拉越还积极研究 通过 SEDC能源公司 与国油公司 从林都铃的枣类中生产燃料 他也表示 该项目将扩大到1万英亩 预计到2030年每天都能够生产 10万桶的枣原油 与此同时 Dato Patingi Tan Sri Dr. Abanjo Hari 也强调 在撒拉越被确定为向太空发射卫星的 战略地点后 撒拉越需要做好准备 提供熟练的能源以支持航空航天领域 他说这还包括在撒拉越拥有的教育机构 如撒拉越卓越技术中心Sentex 开放该领域的培训和教育机会 接下来 马来西亚日庆典不仅仅是一个庆祝活动 而是引导下一代 铭记马来西亚60年以来的进步和繁荣历程的重要平台 撒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长 Dato Sri Roland Sagar表示 这项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 让撒拉越人民有机会 纪念1963年9月16日 这个历史性的日子 这一天被认为是 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他说这个日子应该被人民所铭记 他解释今年的庆祝活动的主题为 昌明大马独立精神 反映了加强马来西亚多种族和宗教人民扶持的愿望 Jiwa Merdeka merupakan perkara penting dalam mengasah semangat patriotik warga negara agar sentiasa tersemat perasaan cintakan tanah air dan setia kepada negara Jiwa Merdeka juga mengingatkan kita supaya terus berusaha dari segi menjadi rakyat yang berpendidikan tinggi memperkukuhkan ekonomi dan terus bersatu padu supaya kita sama-sama dapat menghindarkan diri daripada apa sahaja cabaran yang akan datang 他星期一于斯里安曼室内体育馆举行的 2024年撒捞月籍马来西亚日庆典活动上致辞时 这么说 同时他也强调 了解马来西亚建国历史知识 对培养具有历史素养的一代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民族是由了解自己起源的一代人所促成 这种了解将形成强大的自我 并表达充满民族精神的马来西亚孩子的身份 2024年 士无瑶险及马来西亚日庆典活动 于星期日在士无瑶发展礼堂举行 以增强当地居民的爱国精神 撒捞月公务事业核通讯部长兼事无瑶区立法议员 Dato Sri Julaii Narawi出席上述活动 并受邀主持开幕仪式 此外配合马来西亚日 当地也推动一家一辉煌条文的倡议 激发个人及家人的爱国精神 另外主办单位也让当地小学或幼儿园的学生 直接参与活动 在加深他们对独立含义的理解上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后 Dato Sri Julaii也受邀颁奖给独立精神服装比赛 以及马来谷比赛中的获奖者 Dato Sri Julaii挥舞辉煌条文仪式 及现场燃放烟花 成功将活动推向高潮 2024年新阳湾中秋节 拟议列入旅游日历 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到访 失联部立法议员Miro Simov表示 这一年度活动 成功吸引社会各阶层众多到访者的兴趣 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节日不仅是华人社区的庆祝 也获得其他种族热烈响应 他星期日为2024年新阳湾中秋节庆典 主持开幕仪式及致辞时 如是表示 Miro Simov也补充 2024年新阳湾中秋节庆典 再次成功成为团结各族的平台 凸显十联部地区美丽的文化和多样性 他说 主办单位呈现各种传统菜肴 特别是各种类型和口味的月饼 以来宾共庆佳节 节日气氛非常浓厚 除了当地的居民 活动也获得来自台湾的原住民参与 新闻最后 让我们来观赏 2024年萨拉越级 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现场画面 欢迎游览UKAS所有的社群媒体平台 同时也关注UKAS的官网 UKAS.SARWAT.GOV.MY 和订阅UKAS YouTube 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U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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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UKAS